凯特的妈妈老谋深算,让弟弟上节目爆料,以此为筹码跟王室谈判 梅根王妃的家人之前经常爆料,翻出了很多黑历史,让英国王室的颜面草地 凯特的家人一直都安分手起,如果不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肯定不会不顾连面爆料 目前凯特的舅舅家里,已经登上了名人老大哥节目,第一集也已经播出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家对舅舅的做法褒贬不一,到底安得什么心,恐怕多看几集节目才会知道 王室专家珍妮邦德认为,家里很可能没有跟姐姐卡罗尔商量,就贸然登上了真人秀节目 维尔是王妃的娘家,以低调著称,一举一动被全球媒体盯着 因此不到必要的时刻,肯定不想跟王室撕破脸 珍妮邦德认为,凯特也很注重隐私,即使自己身患重病,也不愿意跟外界透露 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家里上真人秀有自己的私心,或许根本没有得到凯特父母的同意 但是这种违背隐私保护的决定,却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 英国王室的公信力已经严重下降,即使肯心顿宫发布多条病情通报 网友却就是不相信,宁肯信舅舅的发言 不少王室专家也提出了警告,认为舅舅的迷幻操作,跟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娘家人很像 现在凯特王妃健康成迷,舅舅在热度最高的时候出来爆料,的确是有些耐人寻味 但是换的角度想想,如果凯特真是遇到了大麻烦,甚至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肯定需要外戚的支持 有了舅舅站在美光灯下,在深宫中的凯特王妃反而更加安全 媒体称呼家里为坏舅舅,认为他的很多做法,会给凯特王妃造成伤害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舅舅产生的都是积极影响,并没有说过凯特和王室一句坏话 之前凯特生病住院的时候,网络上流传在着是多种阴谋论,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 如今舅舅登上了真人秀,一方面可以跟外界保持沟通,另一方面也有了跟王室谈判的筹码 不少王室粉丝认为,家里就是守护凯特的勇敢气势,只有娘家人才是真心实意为他好 这个时候凯特的父母选择观望,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将舅舅推到了台前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家里明确表示自己是宝皇派,永远都会坚定不宜站在凯特这边 无论何时何地,舅舅都愿意倾听凯特的声音,并且尊重外甥女的选择 王室专家珍妮邦德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舅舅是在瞎胡闹,甚至会让凯特彻底意义 此外,凯特跟舅舅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平时联系很少,因此并不知道太多的内容 当然家里的黑历史也很痛,曾经遭到了亲戚圈的排挤,并且目前只是个自由职业者 很明显现在凯特需要休息,舅舅却一直活跃在网络上,这件事本身就很蹊跷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如今塔洛尔知识地底上节目,并且放出风要爆料王室 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方法,只有这样才是凯特最大的保护